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 今天是新春上班首日 台南市政府分别在永华和明治市政中心举办新春团拜 由代理市长李孟宴率同两位副市长吴宗荣、张振元 以及各局处首长、机关代表一起祝贺李孟宴 并许下新的一年三个愿望 向来给人暖男形象的李孟宴 春节期间从除夕到大年初五 每天脸书PO图就很精彩 随农历过年礼俗 应景更换有趣漫画图 送火神、英才神天天都很旺 今天新春团拜 李孟宴也大方许下第一个愿望风调雨顺 第二个愿望是如期如值推动台南重大计划与建设 包括捷运建设 铁路地下画王永康 往新式立体化延伸 他表示尤其这年将是铁路地下画关键的一年 照顾住宅已经完成 希望能够在今年内完成拆迁和全面动工 他的第三个愿望则是增加民间在台南的投资 创造台南成为安居乐业的一区城市 除了台积电的五奈米厂 也希望三奈米厂也能尽快定案 此外全国最大的游亭港已经在安居港定案 西北地区如七股的工业区分计划 文化建设如明花园引成的投资等 市府团努力让更多的民间资源在台南投资深耕 创造更多油脂的就业机会